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余的武学书里很少提到 美少峰选择的是九阴白骨掌 第二点 其实原著中周芷若并没有练九阴白骨掌 而是九阴真经速成版 是黄荣总结的速成法门 张无忌的确曾输给了周芷若 但之所以输给了周芷若 是因为张无忌生怕自己重伤了周芷若 于是硬生生受毁了自己的权利一击 张无忌撒掌之时 周芷若的掌力却突然铺天盖地而来 张无忌自己的掌力再加上周芷若的掌力 这才打伤了张无忌 其实此时的周芷若的武功 不但不及张无忌 甚至还不如武当七侠之一 初中说他第一次对战 完全是占了速成版九阴诡异的套路 下次再碰到肯定不是对手 当然还有第三点 美超峰是瞎子 练势很明显了 你觉得美超峰和周芷若真是武功谁更强 欢迎给人讨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观看